学了幸福婚姻 让我明白夫妻关系的重要性 第一就是性关系 性关系是夫妻关系之间产生的原动力 性的本质是欲望 男人的事业成功与否 和性关系有一定的原因 第二是精神 精神来自于双方情感的共鸣 有共同的事业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第三是价值 你是否给予对方事业的支持 帮助对方实现目标 迈向人生的更高峰 婚姻就是一场价值的交换 您说对吗 作为女人 我们内心的需求 首先呢就是安全感 安全感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经济基础的安全感 有一句话呢 叫做没有面包的爱情 会从窗口飞走 还有另外一句话 叫做凭借夫妻白是爱 所以一定要给她 精神的安全感 第二个呢 就是情感的吻 因为她一定要专一 您认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